脸日大雨造成高雄大淹水 高雄市场韩国瑜临时增加行程 市场豪雨农损灾害 不过大家关心的还是郭台铭公开喊话 大哥拜托你 呼吁韩国瑜待在高雄2020让他来选 第一眼看到这个消息我也自己 big surprise 我们一切就近代民调的结果出来 我觉得这是参与的五位选手 以及所有广大的支持者 蓝军的朋友们应该共同的想法 郭台铭温情喊话 韩国瑜不为所动 虽然力挺他的韩粉多 但是惹来的批评也不少 妻子李嘉芬日前受访 更是情绪激动落泪 再一次呼吁 不管是网友啊 不管是一些其他的名嘴啊 冲着韩国瑜就好了 韩兵他们就是回来放暑假嘛 本来想放松一下 那现在这个家庭的整个生活 已经主旋律都变了 所以他觉得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一点 心疼妻子女儿因为他受累 不过想选2020 就无法避免全家人都被瘫在阳光下 就连云林农舍争议 也传出是因为跟县长张立善关系好 拖了六天才确认是违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跟私交公交 我觉得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依法行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农舍争议依法行政 韩国瑜不想争议继续延烧 不过他自从宣布参与初选后 大小争议不断 党内初选结果出炉 如果他顺利披上国民党战袍 出征2020大选 到时候问题只会多 不会少 华语新闻林薇开离家于高雄报道